我在其中一個我加入的群組裡面 就看到有人鋪了這個 Beware of the Useful Idiots 我這樣就立刻想嚇死了 我是沒有份呢? 原來製造一個有用的 Idiots 白癡是要有這些陷阱 可以令你變成一個 Useful Idiots 什麼意思呢? 你就是因為這八種東西 可以令你一生不停地 很努力地去賺錢 付出你的努力 其實就是為了這八種東西 我就去找找一個 Definition 什麼叫做 Social State 找到的 Definition 也有其次 最大問題是 我看到這個公仔非常令人反思 你見到一個穿西裝新光頸領的人 他擔著把傘 但是魚是究竟是追著把傘下下來 還是魚是追著人下下來 去擔起把傘 剛好就擋魚呢? 這個可能性你也是大問題的 那究竟那八樣東西是不是自製的呢? 那八樣東西呢? 首先就是第一是 Health Care 其實醫療是可以使用你副身家的 當然這個 Poverty 這個貧窮呢 是你自製貧窮呢? 還是跨代貧窮呢? 那第三是債務 債務很多時候是你製造出來的 那接著 槍械館就不關我們事了 在香港 這個應該針對性就是美國 其實美國好像除了兩個州之外 都還有四十幾個州呢 是可以合法擁有槍械的 那第五呢就是福利 第六呢就是教育 第七就是宗教 第八就是這個class warfare 就是這個階級鬥爭 那他這個 去找這個social status的時候呢 那這個definition不是這麼重要的 那不如直接跳進去看看 那八樣東西 怎樣可以令你變成一個 youthful idiot 就是不停地在那個老鼠圈那裡跑 而你是沒有出路的 那第一就是醫療 如果你相信西醫呢 西醫是很難醫得你好的 除非你是創傷性的 燒傷慘傷 插傷 被車滾傷 爆炸 炸傷 斬傷 這些呢 或者是高空跌下來碎骨要駁骨 或者是變成要傷那些鋼片 那些這樣就是西醫是最灑家的 因為西醫是allopathy 是一個對抗式的治療 那他呢 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才開始盛行 那但是真正醫好你呢 我想你相信是可以考慮一些自然療法 就是中醫啊 歐洲的自然療法 這個 還有這個阿育肺陀 就是這個阿育肺陀 就是印度的自然療法 那因為醫療呢 是可以呢 一個癌症可以 洗你洗完你的身家 賣完層樓給別人借 到你真的沒辦法的時候呢 你就放棄治療的 那要小心點啦 這個選擇 那第二呢 就是貧窮 貧窮有兩種 我覺得 有一種誇代貧窮 你是受到父母的洗腦 就說 我們是很窮的 很難發達的 那你已經既定了你的結果呢 那你應該是沒有什麼驚訝的了 那另外一種貧窮呢 就是你每個月洗完你的錢 那你永遠都沒有錢剩 那你是不是很窮呢 那再加上萬一 天有不測之風雲 萬一個大市不好 你沒有了份工 或者你的當生意有什麼依辱 那你可以馬上沒有了收入呢 你就馬上沒有了錢 你完全是自己沒有積蓄呢 那你就馬上會變得很窮 那洗完錢不外乎 都可能是買東西啦 大洗呀 喜歡貪舒服啦 坐的士啦 那這些你洗開呢 就是洗腳不抹腳啦 那這些都是製造貧窮的 那接著呢 就是債務 債務其實很多時候 是不是你想得那麼難陷入這個陷阱的 那有時候你買東西分期呀 那你供樓啦 供樓其實是一個很危險 可以一鋪呢 將你一生的積蓄 現在過去未來的積蓄呢 都洗完一次局 就好像買樓 譬如你買樓 它隨時樓價回調10-20% 30-40% 你怎樣撐呢 那它拿你的房子去拍賣你 你什麼都沒有了 起碼你扔下去的首期 以及你供下去的 每一期你供 你可能都捱一輪 可能你已經知道供不起 但是你不會放棄的嘛 你又向人借錢 再捱多10期 那你10期供下去 全部是扣利息 不是很扣本金 扣本金是很少的 少得很緊要 那你就全部都沒有了 那這些兼 它會追你差價 你就算破產呢 你前期扔下去的錢 是沒有了 那還不算你扔下去裝修 買東西 家具那些 那你全部都沒有了 除非你找個倉去鎖 那些東西 那你更加無謂 更加花更多錢 是吧 通常都是拿著行李箱 就走 前面的錢沒有了 跟控制就不用理會了 Welfare 都要小心一點 因為很多時候 可能你為了不想放棄一些 你享受開的福利 你潛意識裡面 就很怕自己賺多了錢 譬如 如果你有間公屋 那你很怕自己超標 那你就潛意識已經想壓制自己 不要賺那麼多錢 那因為這個想法呢 是每天都威脅著你 你三年不賣兩年 別人又去將你 重新 是不是計算你 有沒有超過這個收入上限的嘛 那第六呢 就是教育 教育有時候 你是不明白 為什麼一個小朋友 小學生 已經花幾千元去補習 那如果你錢收入很鬆動 那by all means 那也不是那麼大影響 但我見過有些人 他是住劏房 那他自己也很問的了 但他的小朋友 就很不知是他父母叫他補習 令到他就知道不用上課專心 還是調轉 是個因是 果前面還是果在因後面 還是他真的跟不上就要補習 其實父母是一點都沒有機會 給他自己嘗試 去跟不跟得上功課呢 就請補習老師 那他長期都處於一個 有多少錢拿去補習 兼個小朋友 都認為自己不去補習先生 額外教他 他就是學不懂的 因為他父母都認為是這樣 那他就長年長月補習 那塊錢 哇 你可以帶個小朋友去旅行 而很多時候 都有另一個情形 就是 讀書今時今日是很貴的 那有些根本你是不需要一張文憑 或者有文憑都沒有用 別人不會請你 那你都去投資很多錢 去要一個文憑 一個Degree 其實就算你正式的大學教育 都要花你幾十萬 那那塊錢 因為你 Grand Loan 那你慢慢還 那都要還的 就送給你 除非你拿到獎學金 那這塊錢 都可以 是一個很沉重的負擔來的 自小 從小到大 去補習這個 就真是很大問題 那而 讀書 我覺得文又可以 那 沒有也可以的 那現在 起碼 面對的 這個現象就是 反而沒有還賺得多錢 文呢 你通常都要靠別人給你一份工 而沒有的工呢 它的聖質是 它沒有了你是不行的 不可或缺的 你那種聖質 跟著呢 就是宗教 那其實 我所知道呢 所有宗教呢 背後呢 都不是說 那麼單一的 那背後呢 很多人都是 是有他自己的 嗯 另外的一些 怎麼說呢 嗯 那我覺得 宗教這件事呢 你就真是要 就是 起碼如果你是 譬如說 你是基督徒 我認識很多基督徒 完全不看聖經的 那你買一輛車 不看菜單 那有什麼事情上來 你知道那輛車是什麼事呢 那我覺得 它只是去聽道 那有些去盲目 正是聽那個 那個教會 那個 那個 宗教團體的領導 說話 那其實 那自己 有沒有去求那個 真正的那個 神去說那些什麼呢 那其實 很多事情呢 都是 不是 神叫你這樣做的 你發覺是 宗教領袖 叫你怎麼做的 那這樣東西呢 要三思啦 因為很多時候 宗教呢 令你迷了進去 你是任何決定呢 都可能是會悲觀了 或者過度積極了 因為它對你影響 真是很心軟 那另外呢 階級鬥爭 嘩階級鬥爭 這件事呢 真的很嚇人害 那當你完全不知道 有階級存在這件事呢 就更得人害怕過你 鬥爭輸了 你根本就不知道 原來一層壓一層 你是被操控著 人家是有原因 為什麼做這些事情 去對你的 當你連自己在什麼位置 你自己都不自知呢 那你怎麼去防備呢 你完全沒有戒備 你認為這個就是你的命運 其實一點都不是 但是如果當你去開始 Aware 你去察覺到 有階級呢 就算你階級最低層 都不重要 都不要緊的 你可以突破的 但首先你要有認知先 有幾多人會在這一層 你已經很厲害了 但這一層你不要很得意 因為你上面有幾層人 都是在壓榨你 不過你的日子很舒適 而已 那這些都是階級鬥爭 其實很多時候是被製造出來 其實都是被利用的 那這個呢 希望可以有一個 嗯 令一些不察覺的 大部分人察覺 那希望你喜歡這個video的分享 請你給個like 和subscribe我的channel 多謝 多謝